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伙伴们就要开学了 经历了满长的暑假 相信大家对于校园生活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各种学术论文 已经是无比期待了吧 不知道搞科学研究的小伙伴 有没有听自己的导师说过 要是学术生亚中能发表几篇SCI论文 那奖金是哗哗的来 那工资是蹭蹭的涨 甚至还有传言 要是一个科学家的文章还能登上燈秀杂志 那可了不得 大院士就是个时间的问题 可见你算不算学术大佬 要这些西方神康说了才算 不过来自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小元教授 倒想聊一聊 这个SCI指标到底权不权威呢 原来国内学界迷之信仰的西方神康也是满满的套路 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这些神康是哪家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呀 说了可能不信 他们都是私人商业机构搞出来的 而且就连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都可以被卖来卖去 话说ISI的老板还跟别人说 我们把名字叫成这个 很多国家就会以为我们是一个政府的分盈力机构 这样对扩展商业有好处 但是有的小伙伴觉得私人公司也没关系呀 因为这个学术期刊的评价主要和影响因子有关 就是衡量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时期被引用的频率 可是不好意思 制定影响因子游戏规则的 也是一家要掐发的私人公司 此外 影响因子的算法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公平公正 比如Nature上不仅有学术论文 还有非学术论文 甚至11岁孩子写的科幻小说都有 而统计的时候又只算学术期刊的文章 他们把他们的article数量逐年地减少 与此同时他们的影响因子逐年在上升 这样的两系抗物可以实现名利双收 但国内是否能接受这样的两系模式版抗物呢 显然要打一个大问号 江教授觉得科学家研究的目的应该是让国家富强幸福 可不是为了让外国人知道 所以如果咱们国家这个学术氛围吧 还怀着 写国内期刊只是玩一玩 真正做科研还得发在外国期刊的想法 那还是有问题的 大家还记得当年煽动香港骚乱的战中三丑吗 在战中被认定非法后 他们就信誓旦旦地说 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愿意投案 成为民主自由的炮灰 结果七月份香港国安法才帮布 三丑头目的港大前教授 戴耀婷就立刻宣布自己 累了以后会专注于学术 而现实呢也如他所愿 他不仅可以提前退休 还可以在监狱里好好休息了 熟知我们观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聊起香港 我们有一位老朋友 郑格老师 对此非常熟悉 而实际上 这位港独教授戴耀婷 曾经还和我们的郑格老师共事十多年呢 想饭勺一听 这可了不得 马上请来郑老师 为我们扒一扒 他的这位港独前同事 其实啊 这颗毒瘤在香港法学界 待好久了 他嘴里视死如归 心里却一直想着 惩罚还能发多重呢 顺便再感动西方 拿个诺贝尔和平奖 看到他在被解雇后 满脸无辜伯同情 反哨觉得 最佳戏金奖 一定是要给他的 郑老师认为 这根究底 还是香港的国民教育 出了问题 这些老豆豉们 受着知名时期的英式教育 认为社会主义 就一定是不好的 那年轻的 又被这些老豆豉 煽风点火 自然会越走越歪 人类的本质 就是咕咕咕 我亲爱的小子姐姐 有多孤呢 小饭烧网居然捞到一个去年的视频 但可谓成年舅舅越成越香 说的就是我们的公干老师 那是什么内容这么香呢 原来是他为我们讲了 市场自由究竟好不好 市场经济可不能有效地配着资源哦 话说当时公老师录制的时候还没有新冠 如今再次看来 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呢 哈哈 最后要提一提 这几天最火的问候雨 今天你入关了吗 小饭烧我第一次听到是 吓了一跳 难道我大明还能如此时髦 居然大摇大摆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 仔细一看 里面还有各种门道哦 现在有的人拿起新概念就用 但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比如为什么说美国的中级榜居然是印度 又比如说中美冷战到底是冷了多少度啊 那原汁原味的入关学在哪里呢 别急 咱们正主山高县老师就在观视频哦 小伙伴们快快收藏点赞投币一条龙 给山高县老师的首秀一些爱的鼓励吧 那么这期的月底捞就到这里了 少友们记得和小饭烧一起 在九月继续入关 不见不散哦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